早安 你好 我是林秀 欢迎您收看中天上午九点整点新闻 新闻首先马上带您来关心最新的消息了 被警戒称为基隆三大命案之一 发生在十年前 基隆市国二女学生被性侵杀害命案 警方呢 昨天晚间是宣布侦破 而基隆市行大靠着DNA的比对 在台北市逮捕了曹信南街友 而征讯之后呢 曹信南子坦诚犯案 让这起十二年的悬案顺利破案 悬赏专刊上才十三岁的陈姓少女 民国八十九年在基隆放学之后 惨遭尖杀 沉寂十年的冤案终于破破 警方在台北市南港区 逮捕了55岁的曹信南子 原本在侦办一起性侵案件 却意外发现男子就是当年 开着计程车随机性侵女学生的凶手 我直觉感觉 就是说那个人眼神怪怪的 好像觉得他好像有点 还有其他事情还没有讲出来 巧的是抓到他的 就是南港分局长李真坤 十年前就是在基隆担任副局长 誓言一定要还给受害女学生一个公道 我觉得把她当作自己的亲女儿 本来三个会开车庄 我都把她改一次 就是这样的同理心 警方切而不舍长期追踪 发现嫌犯疑似有恋童癖 而经过刑事局 以及基隆市警局合力侦办 采集脱役比对DNA 宣告全案侦破 奇妙 贵